肠病毒又进入流行期 为了防范疫情扩散 市府教育局和卫生局合作 透过戏剧表演的方式 让孩童清楚了解正确的洗手观念 效果相当不错 一块来看看 时势进入肠病毒高峰期 由于校园是肠病毒的高传播场所 高雄市卫生局与肇育局决定 洗手合作前进校园 透过生动有趣的儿童剧 将正确洗手的观念传达给小朋友 对哦 要氧体温 对 要氧体温 来 你的耳朵在 我也不顾高耶 老师聊一下 每年的五月开始 大概就进入我们常定读的流行期 那大概每年台湾的流行的模式 大概是五月六月是一个高峰到六月 然后过一个暑假 暑假当中会稍微少一点 但是一开学之后 在九月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高峰出现 那肠病毒传染的方式 最主要是透过口沫传染 透过孩童在入园前活动中 放学后等一日作息 将校园防疫六招转入戏剧 随着剧情高潮叠起 叮咛小朋友必须时时刻刻预防肠病毒 据了解 目前高雄市每周肠病毒病例 约有三百多起 虽然还没有达到高峰期 但确定进入流行期 卫生局呼吁家长 除了要经常叮咛小朋友 洗手观念外 本身也要以身作则 切勿将传染源带回家中 提醒所有的家里的家长长辈 父母亲回到家里 我们别忘了我们自己 也是一个重要的感染源 所以回到家里要抱小孩 亲吻小孩 也一定要做好洗手 甚至于换衣服 更衣之后 洗完澡之后 把病毒去除之后 才来接触我们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家里的小小朋友 可能借由父母亲 把病毒带回家 甚至有一岁以下 不会走路的 也会得产病毒 除了儿童聚宣导外 现场也带领小朋友 进行洗手前后荧光检测活动 透过影像辨识 洗手前后的干净度对比 来加深小朋友视觉印象 让每位小朋友回到家中 将正确洗手知识 传输给家长 大家一起来 让肠病毒get out 港路新闻 潘志光 罗绍军 采访报道 让肠 adventure 自己 Thompson取以后 派的远步 香港新闻